正在等待發芽成長的蓮霧 被黑布遮蓋搶救 但即使包袱在嚴密 樹根樹幹一樣泡在水中 整片蓮霧園彷彿一座大翅膠 長期一直都穿著 它心裡沒辦法放 所以它都會後面開花的程序 南台灣蔬果重鎮 如今遭到大水侵襲 出了蓮霧園木瓜香蕉也毀了 像你可以看到這個 整個根部都爛掉了 所以才會倒塌 那因為連日的大雨 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有做香蕉 也有做木瓜 不過可以看到 整個木瓜是倒在地下 根本就還沒有熟成 就全部倒在這邊 沒有辦法再待種了 根據台北農產批發價格 八月出蓮霧 每公斤90飆到200元 香蕉也從1公斤17.5元 漲到26元 大雨讓農民心血毀了一大半 能搶救回來的 似乎也沒剩多少 100多顆 我的已經收成一半了 這裡預估是400多顆 400多顆 現在可以說成了 大部分剩下還沒有到100顆 根據農委會統計 全台農损截至29號 一共超過了7億元 最嚴重的地區 包括了嘉義縣 台南市 高雄市 以及雲林縣 屏東縣 那水再不退去 不止農民心酸 連婆婆媽媽買菜 恐怕也是 欲哭無類 借高雄屏東 綜合報導